作词 作曲 李宗盛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要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那认真不全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在你听完之说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爱我都知道 都拿手机直播啊 发到群里让大家都看看 不就说了吧 在星空门口肯定能逮住他 杨真真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正不许是我们大家的老公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你凭什么一个人霸占他啊 就是啊 我警告你啊 离我们旭远一点 你要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话 就马上辞职 离旭远远了 就是啊 赶紧走 你们要都是旭日的话 这么光天花日的 在大街上骂骂咧咧的 给你们旭很着黑的 哎呦 杨真真 你还有脸说我们呢 你看这干干净净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啊 就欺负我们家旭单纯 没谈过恋爱 就上网上泼 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你们不要听是那些谣言 你还狡辩 我们什么都知道 都看到了 我可不信你那一套 就是 视频都流出来了 你还当面撒谎 告诉你们啊 前面五十米就有一个保安亭 警察叔叔很快就回来 你们要是再聚重的话 打人是要被拘留的 你还敢威胁我们 我告诉你啊 我们都是小孩 全都未成年 打你白打 不负责 十六周岁以上 就要顾全部刑事责任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文字你上 我早就忍不了他了 我就像我 你是哪家的呀 这是我们续分家里的事 跟你这玩意儿没有关系 你别自找没脸啊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小姑娘 光天花日之下 你们这么打人不好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是星空娱乐的艺人 是郑伯旭的师弟 那天我也在场 你们所看到的视频跟相片 是经过后期处理的 希望你们不要被利用 你骗人 我才不相信你呢 星空娱乐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们不许碰他 怎么啦 看 你怎么啦 你放开 我太期待 我们的故事再重担 太快 宝贝不远 我知道你不会回来 回家 我要放远远 谢谢 先和我走对的方向 这些小孩太不理智了 我在中日里有一通电话进来 杨真真 你在哪儿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刚刚为什么把我电话突然挂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 我没事 你放心吧 喂 郑宝秀很关心你啊 他平时也不这样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关心则乱 你也相信外面的传言啊 我当然不相信了 我肯定相信你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常常是说 过几天有个小型演唱会 想让我参加 是个好机会 不信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让我唱什么歌 这个 你自己定吧 其实我心里面 有一个想法 你应该能够猜到 爱情啊 你自己定了 刘宇南曾经说话 要让这首歌有无处投掷 那个时候就决定了 第一次登台 就唱这首歌 来 慢点 小心了 珍珍回来了 这里有人等你 小心了 你怎么来了 死活也不说你在哪儿 我只能受处待脱 还多了一兔呢 你的粉丝堵了珍珍 我正好碰见 太巧了 谢谢你救了我的经纪人 不过她现在没事 你可以见 拜拜 这 这皇家 你不是傻不搞的事呢 那不然呢 让她在这儿吃饭呀 吃饭怎么了 紫瑞今天谢谢你啊 我一会儿给你做饭吃 坐 紫瑞啊 你太有口福了 你说我当时住院的时候 珍珍给我做了什么 七荤八素大杂烩 味道很正 也好 我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饭了 赶紧去做吧 我就给她做 你瞎凑什么饿了 你怎么那么小夹子气啊 一双筷子的事嘛 这又是什么 你再处在这儿 一会儿人家子瑞觉得 你就光说不厉害你知道吗 珍珍 交友商别做了 今天不吃了 你不吃了 太可惜了 那行吧 那你回去吧 我自己在这儿吃点也行 你去忙吧 我走了 珍珍 那我送去 好 行 行 行 你要走了 那作为这个 得送一下是吧 你休息 坐 有事给我打电话吧 今儿谢谢你啊 你刚才没什么事 不会打的 你去吧 拜拜 注意安全啊 小伙儿 人家被你赶走了 你是不是也赶车了 我去哪儿 我饭还没吃呢 腿坏了做不了 你脚坏了 你用脚做饭啊 行行行行 我知道你懒 那你说你干嘛 虚情假意的 还是说要给余子瑞做饭 我愿意一个人做 你管得着吗 又不给你吃 事让你把他干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也看见了 明明是他自己要做的 我又没赶他走 说不过去 好好好 我送你 我送你 你好 请问是您点的外卖吗 我没点外卖 我点的 用餐愉快 谢谢 我特意为你点了一份外卖 等一会儿 我再给你加一份猪蹄 知道为什么 因为吃哪儿都一样 那我们呢 打扫呢 不听话 哦 我在你身旁 就一遇到 好在定了时间的钟 还没有想 瑞子 你说你多长时间不回来了 今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想这儿了 先来看看 还是跟原来一样 熟悉的感觉 还那样 不像您 变化大了 怎么了 动了一大圈 总算是可以正直等大了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今天必须得喝点庆祝一下 我请喝 好不好 你忘了 我只喝水 对 人余子睿就是余子睿 对自己永远那么狠 怎么样 发公司不好混吗 在哪儿也不容易 没事 慢慢来呢 哎 杨真真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你说你也快熬出头了 你们俩那个窗户纸有没有捅过呀 那那那那那拉倒吧 咱甭提他了 对不对 姑娘不还一大把吗 还是那句话 先做好你的事业 等你牛了什么都有了 怎么样 既然来了 那要不然上去玩吧 好啊 好啊 我好啊 你下次再来吧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走 听过多少年 可爱情怎么这样的 兜兜转转却让 相爱的人结局那么遗憾 遗憾与恨啊 终会遗忘在某一个夜晚 深刻的是想你的孤单 愿望被时间风干 画着记忆的船 到明天 我们有多久不相见 到彼此会怀念 听过多少年 可爱情怎么这样的 兜兜转转却让 相爱的人结局那么遗憾 遗憾与恨啊 终会遗忘在某一个夜晚 深刻的是想你的孤单 陈总 打扰了 你跟杨真真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两个什么关系 您不是最清楚了吗 我看到那个粉丝发的视频啊 你在粉丝面前英雄就美 这件事情 我只是不想让真真受委屈 所以你为了他们两个 不怕把自己搭进去 其实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像 你就听我的话 有钱没钱 都能做好音乐 但是你火了 才能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 你懂吗 好的作品 是源于内心的 而不是源于洞里的钱 我希望你一定要坚持 你对音乐的这种热爱 这特别伟大 但你也要明白 公司为了你 付出了很多的财力跟精力 这不只是音乐 这是一门生意 你相信我 开始的时候都特别的困难 等你以后火了 你想做什么 说什么 唱什么 都可以 但现在 我希望你听公司安排 不要谈恋爱 不要有绯闻 不要给公司添麻烦 好吗 继续 你跟粉丝闹成这样 不仅仅让郑伯旭受牵连 连余子睿都撤进来了 经纪人 可不是这么当的 我跟郑伯旭没有任何不当的关系 子睿只是路过救了我而已 我相信你跟郑伯旭之间 应该是没什么 但是你跟余子睿之间 真的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我跟子睿只是好朋友 什么都没有 那就好 我跟子睿聊过了 她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如果真的把她当作你的朋友 你应该多替她着想 跟她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因为她很有机会 成为星空娱乐 未来的核心艺人 在这两三年之内 我会把她变成 国内的一线偶像歌手 这就意味着 她的一切 都跟公司利益 紧紧捆绑在一起 所以我定下的这些目标 是希望员工去替我执行 而不是替我找麻烦 我明白 我知道 其实你们可能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跟他们两个之间 再清白 外面的舆论不好 事实的真相根本就不重要 你懂吗 人言可畏 尤其是在这个圈子 我会尽快处理好 我知道你会的 你很有想法 也很有才华 而且你做经纪人 时间也不长 我不应该给你这么大压力 但是 我希望你答应我的事情 都能做到 而且 你的完成度 跟执行力 都不要打查课 好不好 对了 弄了那件事情 你准备怎么办啊 她捏造我的黑证据 我就去查她黑历史去 反正我觉得你真的得注意一点 我猜她的公司肯定是有靠山 本来想给她一条生路 让她好好改过自新 让她好好做人的 她不愿意非得外面邪道 没办法 如果可以躺着赚钱 谁愿意满世界乱跑啊 累都累死了 再说了 人家本想着 巴结你一个人就够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谁知道你不领情呢 你不理解她 估计她还不理解你呢 单关不合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做朋友 那倒是 但说着你呢 我还是觉得你得小心点 她呀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 吃早饭了 你也为什么要不要 你会吃早饭吗 还有个东西要给你看 我没有想吃早饭 吃早饭吗 吃早饭 你吃早饭你吃早饭 哇塞 张晓慧考了六十八分 他说希望你看到他的进步 他现在每一门功课都能考及格 而且他承诺 在高考之前不再见你 还有 我等会儿要去见一下粉丝团 要见粉丝团 去干吗 吃你的早饭 怪你什么事 杨真真 杨真真 你怎么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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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二十四秒之后 我将迎来我职业生涯里的一次大胜划 而现在 是对方的事 你这说不了委屈啊 过分的杨真真 我要控诉杨真真 这是一场审判 杨真真你作为郑伯旭的经纪人 你却把郑伯旭的资源 卖给十八线的余子睿 而且前一段时间 已经有人证实了 你们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不仅仅是这样 杨真真 你所会 而且你大额所会 我们作为郑伯旭的粉丝 如果不给你钱 不给你买东西 我们就拿不到 郑伯旭的任何资源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们就是被艺人 被经纪公司所抛弃的后援会 对 杨真真 杨真真 杨真真你这么做人 你现在还在这个位置上 说明什么 说明她做人两面三刀 而且你不断地给我们的虚宝宝洗脑 我们原本是想打算 永远追随郑伯旭 可是你现在这么做人 我们觉得我们很难继续下去 容易 你什么人呢 说完了吗 轮到我说两句了 第一 关于郑伯旭粉丝送给我及郑伯旭的所有礼物 我会定期向经纪总监运红报导 郁总 这是粉丝送给我和郑伯旭的全部礼物 这也是清单 大家可以随时查阅 而这些礼物我们会交由公司保管 公司会定期折成现金 全部捐赠给后援会 作为活动经费 捐赠者姓名 珍爱叙叙随时查阅记录 我知道是个珍爱叙随时查阅 捐款捐了特多钱 我还以为是个土豪小姐姐 经纪人捐个屁啊 我这么做的 就是 怎么回事 这节奏是要逆转的 第二 关于我所惠的事情 第二 关于我所惠的事情 洛洛小姐应该不会记性那么差 大东西呢 珍珍 你真好不错啊 你要是不收的话 我就给公司吧 不不不不 我收不收 这人怎么这么交参呢 慢走 你 你这个 也说病不了什么吧 对吧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不够 还有 别着急 还有什么呀 这些东西大家应该不会很衍生 这都是郑伯旭的周边产品 这个能说明什么呀 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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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经我调查 这些产品的承治商 只有一家法人姓王 这个姓王的法人呢 也就是你们的洛洛前辈的母亲的弟弟 也就是俗称的 舅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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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舅舅怎么了 当然 如果是物美价廉 我们都可以接受 可是这些衍生品 已高出同行两倍的价格 该如何解释 两倍 两倍 你也太黑了吧 第三 关于我勾引郑伯旭 纯属谣言 这是粉丝送给郑伯旭的玩偶 里面的针口摄像头 洛洛小姐应该不会衍生 那些通过特殊角度拍出来的照片 及谣言 都是你一手自画的 所以你们这位洛洛前辈 两倍才是最可怕的私生法 不是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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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奇 博旭的后援会高层不止一个人 你弄走了一个 其他几个人不反对吗 而且现在后援会管理得越来越有序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大部分小孩喜欢郑博旭 想法都很单纯很简单 那领头如果是个害群之马的话 踢掉他就好了 所以现在大家的积极性都更高了 处理得很果断 越来越有经纪人的样了 那个卖针孔摄像机的黑店 也被警察一锅端了 渗头摸瓜找到了洛洛 现在所有粉丝都知道了 偷拍他人隐私是违法的 就算自己偶像也不行 所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理智了不少 做得不错 继续加油 现在证监会询问的主要问题 包含了你的经营 财务 税务 三个方面 在经营方面 要求保健代表人 结合合同条款的主要内容 说明发行人仅提供唱片 执行全案服务 与经济代理服务 是否属于同一业务 财务方面 请保健代表人分别说明 发行人与媒体 与客户之间的商业折扣 包含金钱折扣和赠送时间折扣 所有这些折扣所确认的原则 和财务处理状况 是否属于全责发声制的会计原则 收到和支付商业折扣 是否已按时间足额纳税 税务方面 请保健代表人分别结合 发行人和万胜投资公司 员工人数和业务收入划分等经营情况 进一步说明 转单业务内部定价的依据 和税务安排的合规性 并充分披露发行人 和万胜投资公司 是否存在重大经营和税务风险 我听说证监会的意见下来了 我听说证监会的意见下来了 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是 确实有问题 怎么了 是之前捅的什么篓子盖不住了 公司出了问题 在乎上有点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上市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懂 我笑你去找你爸 之前公司的财务是由你爸经手的 他一定有办法的 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不要找我爸了 你也知道他身体不好 而且自己捅出来的娄子 还是要自己承担责任 别总指望别人替你擦屁股 擦什么屁股啊 你都搞不清楚状况 别乱猜嘛 反正你爸一定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愿意 我去找他行吗 不行 之前星空娱乐刚成立的时候 我爸爸为了帮公司承担了不少风险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会儿去找他 肯定事情不小 你不能让他替你挡枪 我怎么可能让你爸替我去挡枪呢 你以前是不可能 但是你现在变化太大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咱们呢就别扯远了 你跟我在意的点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 能让星空娱乐上市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是 你为了上市 可以牺牲任何一个人 这件事情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当初老师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应该有所警惕 但是我天真的以为你会改 你会知道自己错了 可其实错的那个人是我 所以你才会越走越远 让我觉得你越来越陌生 我发现你 真的很不相信我 爸 您说天昊他怎么能这么做呀 这样有可能是犯法的 不会吧 不会吧 他可能是想让我帮他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手段 什么办法打打擦边球 把证监会应付过去 可以吗 你看看你 你内心还是关心他的嘛 是不是心里想着还是想让我帮他 对吗 他毕竟是肖肖的爸爸 我总不能看着他坐牢吧 不会的 坐牢不至于 但是 上市的财务会审查得很严格 他会遇到点麻烦 我帮他想想吧 我帮他想想吧 想一想看也没有什么办法 不过我帮他呀 可是看在你和肖肖的情面上 爸爸老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 你们幸福 开心 如果陈天昊 是真心对你们娘俩好 我就拿他当自己人 我知道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们好 谢谢爸爸 对了 那个姓马的 还给你过不去吗 没事 这事您不用管 我不理他就行了 欢迎过去哥哥 姓哥 你嫂宝好有钱呀 他是不是也没上过大学 是不是 贝尔盖茨之前也没上过大学 不上大学 一样也可以在这儿挣大学吗 你怎么知道我爸有钱 我妈告诉我的 你妈也知道我们家的事呢 那个姓哥 姓哥 姓哥 时间有点短 要不跟孩子们再多聊会儿吧 对啊 喝完会儿 对啊 姓哥再聊一会儿吧 要不素材太少了 我们都讲不出来啊 是啊 姓哥 天气太热 好 先让孩子们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吧 休息一下 待会儿状态更好 休息一会儿 好好好 这位博姓哥哥给你们买的 好 不要抢 不要抢 都有 都有 不要抢 不要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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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去去去 快去 这儿学生怎么办 这是我们找了几个那个聪明伶俐配合拍片的 其余的学生都在教室里休息呢 我拍他们出来之后了 轰轰轰的 影响拍摄 一会儿您进去跟他们合个影响吧 这个是 是 是 就是什么事 来吧 这么热的天 大家都跑一天了 可能我又累又混了 都来喝点奶茶几点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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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我们这些记者大语都不一样了 对啊 大家都互相的 大家好才真的好 是不是啊 谢谢 谢谢 您太客气了 以后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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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现在的明星气场吧 男相处 但是咱们旭哥真的是 一点架子都没有 特别好 对啊 对对对 特别接地气 特别没有架子 对吧 对 真是 谢谢师哥 听说你下个月要参加那个 群星演唱会 同台的全是小鲜肉 你有压力吗 能不能不跟我提小鲜肉 三个字 我以前采访的时候 很多次说过 我很讨厌小鲜肉 我很敏感 刚才那个旭哥这番话 特别有见地 我先把它录下来 然后在我们这杂志娱乐版发 那个您看您再重新说一遍 是是是 对对对 你多说一遍 是啊 虚哥 难得听明星土土新生 您今天给我们再多说一点 我们给你宣传 对 我们老师 那个博旭刚才的意思是 他不希望做娱乐快销品 他希望能更多地专注 在自己的音乐上 然后做出更好的作品 像一些前辈一样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是是这样是 是是 其实艺人跟普通人 没什么区别 我们其实就是很认真地 在过我们的生活 和努力的工作而已 比我们更累的人 有很多都是默默地在背后 为我们付出的人 而且 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吗 没有 帅哥是 没有 帅哥的意思是 今天我们主题是 关注帅帅儿童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 关注小朋友一下 今天的中心点 应该不在郑布序身上 所以希望大家歇息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继续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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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辛苦啊帅哥 辛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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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在那瞎说话了 这种不专业的记者 我最讨厌的 这边 你就不能对人记者友善一点吗 对你也没什么坏处啊 你这话说的我就坏处 我对记者难道不友善吗 我是分情况的一般 我只有对那些有攻击性的记者 才会有这样的态度 明白吗 而且你看你就永远改不了 你这小助理的记者 你已经是我的经纪人了 明白吗 我真的做什么无所谓的 我一点都不怕当助理 问题是 只要你不给我找事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找什么事啊 我找什么事了 你想想 我错了 我就错了 我得错了 你本来就是错了 你还在这跟我争执 你以为你能争执得过我 就算你是对的 我也会把你说成错了 明白吗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不是 但我问你啊 不开玩笑了吧 你不觉得那些孩子很奇怪吗 怎么了 我觉得 他们一点都不想失去了 那人家学校也许为了拍宣传片 挑了几个掌那好看一点的呢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光是外表 他们的言行举止 和一切 和他们的心理的想法 我感觉都很贵 反正就是奇怪 我一会儿去问问 你怎么能说这不上学 也能挣着好多钱呢 咱们是为评问小朋友上学筹款 你也得说上学的好处呀 你不是让我面一个理由吗 还说什么都行 我觉得我编的最好 月月还说他妈妈都会病死了呢 你还跟我降嘴是吧 这亮亮都跟我说了 这郑国旭听了你说的理由 特别不高兴 你说他要不高兴了 不给这小朋友们拍着去 宣传片了 这妈妈公认诺完不成 你说怎么办呀 是你让我们自己说的 你怎么能怪我 你想见郑伯逊 妈妈好不容易帮你安排的 你也得帮妈妈完成任务呀 你 你还哭 不 不 不跟我说 我另一个理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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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着啊 他要是不问 你什么都别提啊 咱们一会儿就拍完了 一会儿就拍完了 看下咱就回家 啊 行了 行了 不是 你怎么能这么叫孩子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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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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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们能不能出去看一下 不行 老师跟你们说啊 今天有大门新来学校献爱心 专程来拍一个电影 所以啊 我们要好好听话 他电影播出的时候呢 会有热心眼神看见 向我们伸出援手 我们才能继续念书 分件买 分件买 老师 我们能不能够在团队上拍一点 不行 我们先遵守纪律 他们拍完了之后 就会进来和我们合影 好不好 好 我们先打开书 第三课 杨经纪人 别生气了 那个 我们家孩子是旭哥的忠实粉丝 这听说能见到自己的偶像 真的高兴都睡不着觉了 对啊 是啊 杨大经纪 你说孩子们能跟旭哥见个面 合个影 心里都可开心了 对对对 我们是不是也想借这次机会 帮他们实现个心愿吗 但是这次慈善活动可签证万全啊 对对对 对对 这慈善活动肯定是真的 而且上款也会全部转给大公子弟 然后的话这些您都是可以去查账的 那个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们做得不对 但是也没损害谁啊 你看这孩子们高兴 旭哥做了善事 这公司得了好名声 这领导也高兴啊 这不是借俩欢喜的事吗 对啊杨大经纪 你就帮我们说说好话吧 我们可都记着旭哥的好呢 对吧 是 是 是 那这个回头 我们一定把稿子好好写 让你们满意 比你们那个企业宣传写得更好 你就帮我们说说好话吧 咱们都圈里人 你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您 您就帮帮忙呗 对啊 不忘过郑伯旭了 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 至于你们 用自己的小孩来保证打工子弟小孩 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 好好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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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有一个条件 我们要见真正的打工子弟小孩 来 小朋友看这里 一 二 三 先去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伯旭 必须要只是不理解 不用谢 应该的 应该 来 我们谢谢薄旭哥哥 谢谢薄旭哥哥 你们以后啊 谁想当明星啊 我 我 我 你长得那么丑 还想当明星 你才丑 你才能逼你帅 我跟你说啊 只要你有自信 你觉得你自己是帅 那你永远都是帅 明白吗 我也会也要超越你 只要你有自信 超越我 随时 好好好 都超越了都超越了 好好好 都超越了都超越了 不管不管你们干什么 现在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明白吗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找到属于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要你们心里有一个梦 朝着那个梦想去前进的话 一切都会实现的 明白吗 明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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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